有网友想看杖敖跟德国牧羊犬PK 网友的要求咱们尽量满足 首先让杖敖跟高狼犬来一场乐身友谊赛 乐身完毕就让杖敖跟德国牧羊犬见面 两只猛犬相互PK了非常多次 今天再见面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说实话一切都是未知数 话不多说 现在咱们请德木进场 德国大狼狗已经迫不及待想出笼了 咱们就满足它的要求 后就看它精彩的表现了 这只德木脾气还是比较暴躁的 但是被赵敖也教育了好几次 这只狼狗我养了有八年多时间 我陆陆续续养过几十只狼狗 这只性格是最暴躁的一只 敖王老兄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大狼狗进场了 今天他见到大狼狗会不会又熟呢 这只大狼狗属于欺软怕硬的 碰到好欺负的 它会变得非常凶猛 碰到强势的狗 它会立马装孙子 两只猛犬终于见面了 德国牧羊犬气势还是非常强劲的 但是赵敖今天表现有点熟啊 直接转过头不去看德国牧羊犬了 咱们把德木再牵近一点试一下 德木这时候尾巴拼命摇 说明他非常自信 气场非常足啊 敖王老兄直接侧过头不去看大狼狗了 战狗终于服软了 经过了几次教育 咱们敖王终于知道这只德木战斗力不熟了 咱们敖王终于戏